众所周知言诗出高徒 老郭可以说是出了名的眼力 单单一个眼神 就能让徒弟们瑟瑟发抖 要是在舞台上被点名 更是让徒弟们冷汗直流 近日在相声大会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这不是在开玩笑 而是在敲打徒弟 我需要看 要知道早在头几年德云社的大型专场演出中 就明令禁止粉丝携带灯牌入场 毕竟举灯牌容易引起饭圈文化 还会影响演出效果 对于其他没有举灯牌的演员 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容易引起攀比心理 而且全场那么多演员 毕竟还有师傅在场 还有许多诗歌 全场只有郭霄翰的一个灯牌 想想就觉得尴尬 随后老郭也是用一句知错就改 就是好孩子来敲打郭霄翰 火烧阿anti 有个不认 别吃下这灯牌 你们看啊 整个这 这屋里面 除了这几个安全门的一样 这就是你们那边啊 一起上去下 这个可能是你的判展的亲情 哪个某位不外 你表演的节目吗 有一个这个干贵 刚刚最近是曲中牌的这个 小姐姐 那你们别跟人试哈 贍给了他们 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不但给演员们敲响了警钟 同时也提醒德云社的粉丝们 不要带灯牌进场 不得不说老郭真的是用心良苦 除了郭霄翰老郭 还特意在舞台上提到了停演八个月的张九南 但对于张九南郭德刚的敲打方式却有所不同 就像曾经在舞台上给张九南摘字一样 十年小剧场没火 一招摘字活遍全网 郭德刚这次事一边警醒张九南 一边为张九南提供热度 你们在这儿呢 他叫啊 张九南 我好像好久没有看见你了 不管之前怎样 这八个月想不定在家里休息的也够了 是不是从今上台好开心 开心开心 好行 那这儿啊这八个月我就没开心 挺好啊 成年坚主持我身体健康 我不重要你别惹过这个 卢云平 通知演出部让他再歇八个月啊 那他这什么玩意儿 这没听明白 快来来来来 再来一个 我说你身体健康 你替谁你干什么 你碰管我我好是你 老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徒弟说别惹祸就行了 有点恨铁不成钢 一共十几分钟的返场演出 张九南就站了四分钟 也能看到出来 老郭对九南的偏爱 期望九南能够早日找回原来的状态 老郭曾说过教育徒弟就像拴猴一样 一个猴一个拴法 相信看到这不少网友对于老郭的教育 有一定了解 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老郭是怎么教徒弟的 相信对于孔云龙版的八马挂大家并不陌生 孔云龙凭借八马挂一战风神 其中的反爬马挂也让大家耳目一新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近日孔云龙在跟同行之间沟通时 透露八马挂的创作历程 老郭先是让孔云龙自己反复观看 历年八马挂的视频 自己总结归纳 然后再跟师傅探讨自己的想法 最后才总结出反爬马挂的包袱 师傅给我的压力 就是把所有的马挂 这么多年所有人的马挂都给听一遍 因为总结出中心思想来 要跟师傅汇报 要跟师傅说 说完之后 然后你把你自己的杆 就是自己的想法 然后再说一遍 然后师傅再给你去指点 然后后来他有了八马挂 就是那个点 因为这都是聊出来的 之前的时候都没有 而相比孔云龙老郭教导月云鹏的方式 让大家更加觉得郭德纲的用心良苦 月云鹏在正月十五唱的主板书 可以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要知道 在月云鹏在春晚表演完相声后 备受打击 再加上月云鹏无论唱什么都进不去拍子 特别是看到打板的老师卖力的配合 不由的让大家想到月云鹏进不去拍子的样子 老郭自然知道自己徒弟的情况 所以老郭则是一句一句教月云鹏唱主板书 还专门设计了腔调 得知月云鹏套腔套腔不进去 还给月云鹏录了一遍 让月云鹏跟着学 月云鹏的蠢徒还真不是白叫的 但看到如今的结果相信 老郭对月云鹏下了不少功夫 你还知道老郭哪些双喉的方法 一起评论出来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